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基金支持七警的基金 幸好譚美珠也叫他聰明 在這個壓力,可能是警務主給他的壓力 我不知道,純粹是一個推斷 情況下叫停了生不捐款 當然那個傷害已經造成了 在叫停之前,無論是在輿論上 在網上的討論,都打了一個比喻 比喻是什麼呢? 如果一班反黑組的人去掃黑 去到不同的環頭 遇到一些古惑仔,或者一些大佬 堂口那些,可能會大大聲跟他們說 喂,你安家費我們給的,你為什麼要動我呢? 那時候就會令到這些,第一,這些警察 這些反黑組的警員 那個底氣沒有了,洩氣了 你哪有權威呢? 第二,就被人的感覺就好像 喂,你們兩個好像一家人一樣 大家都是拜關二哥 大家拜關二哥,就好像 信仰都很一致,給人的感覺 一開始都被人笑了 但是當然,拜關二哥 大家竟又拜,黑又怪 黑又拜這個傳統 但是今次不是了 關二哥真是照了兩面 兩兄弟,給人這樣的感覺 我剛才說過,在國英時代 這些事情是很嚴格的 很清楚的 即使那些老朋友 就是自有玩大的 大家是同班同學的 滾地沙滾大,打交打大 一個就行股滑,一個就做了警察 大家都很清楚,正邪不兩立 這些交往是不可以進行的 如果有過重實物的話 就會出事了 警察都做不成了 分分鐘被人踢走 即是隔職的 這個在港英時代 是很重視 無論是實質上 會不會你和這些黑社會的關係 太過密切 會影響整個執法 或者你懷疑你通稅 懷疑你洩露警隊的部署等等 或者懷疑你根本就是利用 打入警隊裡面 去刺探警方的機密 令到有利於黑社會 有很多這些懷疑 於是你就一定是沒得混 這個是非常嚴格地執行 這個政策 我亦都說過 去哪間餐廳吃飯 去哪裏喝酒 都會非常簡窄 朋友的交往 娛樂 甚至你借錢 你借很多錢 是要跟警方申報的 因為你欠債 是會被人做要脅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由來的 這些以前的警隊 是非常嚴格的執行 我不知道今天會不會是這樣 我相信條例是在 我相信傳統也在 否則都不會被 香港有消息透露出來 警方是不會接受 這些有複雜背景的人的捐錢 否則都不會這樣說 都不會有這個傳統繼續下去 不過我就覺得 這個傳統開始敗壞 敗壞在哪裏呢 大家還記得 一開始的時候 梁振英 去找一下羅泛 即是他競選辦的主任 找他的 即是以前和他未白面之前的 一個廠長 即是這個劉夢熊 剛剛坐完監出來 現在就有一個小桃園飯局 小桃園飯局 大家知道是一些社團背景的人 去 去 即是有與會的 是吧 目的就是想拉這個 一些選委的票 那時候他不夠 由那時候開始 其實就是 黑 和這個官 自己的關係 密切的關係 開始慢慢形成 大家還記得 梁振英上任之後 沒多久就 下去這個天水圍那裏 叫做樂區 有些人遇到一些示威者 那些示威者 那些示威者 就被人兇 有些在鄉市上面 有很大的勢力的人 在警察面前 對這些示威者 動手動腳 然後有一個很大聲 就說 不要動他 我們走出去 不要讓警察看到 我們動他不要在警察面前動他 即是這些很公然地 即是你 無視這個公權力的存在 用自己的非法手段 去對付一些異見的人士 由小桃園開始 到天水圍的事件 我們看到 已經開始 不是說在地下進行 已經浮上來 浮上光了 還有 在佔中的事件裏面 那七日九天裏面 尤其是在旺角青牆 在銅鑼灣青牆的事件裏面 我們看到很多黑社會的身形 是嗎 他們也完全不掩飾自己的身份 大大聲地說 要幫政府 幫這個 梁振英 要給這些顏色 給這些 違法亂紀的亂港分子 看看 你們也看到 在佔中的事件裏面 不止一次 所謂的藍絲 動手打人 警察會放他走 黃絲被捕 你們看到 種種跡象顯示 我覺得 香港地下的社團 已經浮上來 以一個 所謂的 政權的保衛者 這個姿態出現 而 無視法紀 覺得 我這樣做是正義的 警察 也都 看著他們做 也都沒有做到 非常之合適的手段 去制止這種行為 那我就覺得 看得到 所謂官 警 黑自己的關係 已經是 起了一個 非常之微妙的變化 大家可能是 互相依存 大家是 依靠大家的力量 然後才能夠 令你這個政權 所謂的穩定下來 當 黑的勢力 黑社會的勢力 受到政權 依賴的話 全世界的獨裁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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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經過這個 極度 極端的情況 就開始走向 獨裁 然後就是 靠黑社會 然後就 腐敗 然後就 橫行無忌 然後 警察 這個公權力 是煙壓這個 黑社會的勢力 去幫他維持 那麼 那個敗壞 那個沉淪 就會一發不可收拾 我認為七警案 這些基金 捐了錢 有些背景的人 捐了錢 這個基金 他們都不去做一些 非常細緻的審查 其實我們看得到 那個腐敗 已經是 開始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大家要警惕 這件事 如果任它發展下去 香港的沉淪 我經常都說 香港的沉淪 是由警隊的沉淪開始 我們都見到很多跡象 警隊已經是沉淪得 在我們想像之外 我希望 我希望這個說法 我是錯的 我希望 警隊自己本身 也都要結身自外 尤其是 盧偉聰 他在這件事上面 在七警這個問題上 態度極度曖昧 如果他不能夠 道正 整件事的話 我相信 這個沉淪腐敗 是會一發不可收拾的 喔 是 對 我相信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